欢迎回到加盟小厨房 今天要给大家推荐30款清洁好物 它们涵盖了厨房 卫生间 地板 洗衣机 庭院 汽车 包含了家庭清洁的方方面面 有了它们不但可以节省我们的清洁时间 提高我们的清洁效率 还可以让我们生活在更加安全舒适健康的环境中 今天我推荐的所有产品都是我们自己花钱买的 并且使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觉得非常好用 然后分享给大家 我会把所有产品的链接放在置顶留言里 方便大家购买 蒸汽清洁机 它就是用蒸汽的原理去给你的家庭进行深度清洁 可以达到135摄氏度的高温 我们都知道一般废水就是100摄氏度 当它达到135摄氏度的时候 它基本上把所有的细菌 病毒 真菌 包括黴菌 它都能够清除的干干净净 那些清洁的化学产品 就不需要再使用了 只需要用这种物理的原理去给它进行这种深度的清洁 水箱能够承载1200毫升的水 所以是非常大 基本上能够清洁完你整个房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热水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七八分钟就可以好 它的线也非常的长 而且它底下还带一个鼓掠 所以你在使用它的过程中是非常方便的 它有很多的配件 比如这个贴上麻布 它就可以清洁地板 木地板 瓷砖地板 所有的排面平面都可以 比如这个是专门清洁玻璃的 尤其针对浴室的推拉门玻璃 它能够把上面的水垢 霉菌 常年的污渍 一下就清理的非常干净 这个上面是个小钢刷 它非常的坚固 卡着那些墙角或者是地板和地板之间的缝 任何清洁剂都无法起到作用 非常非常的干净 这个它是一个三角的套上 它给的毛巾套 可以清洁所有的布面的表面 布衣沙发布衣座椅 汽车内饰 还有包括我们睡的床垫 可以把满虫吸睛 还有枕头 对 还有枕头 就可以把我们没有办法扔进洗衣机里去洗的那些东西 可以清洁的干干净净的 而且杀菌消毒 所以如果你有对这个房间进行深度清洁的需求 你就买蒸汽清洁机 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方方面面 省心 省时 省力 你也不用担心 用化学清洁机给自己造成过敏 所以非常适合家里有小孩老人和宠物的家庭 高压水枪 比较适合对户外进行深度清洁 就比如庭院的地面 木头的那种栅栏上的那种霉菌 木制的桌椅 用它来进行这种高压的 也是这种物理性质的这种清洁 非常干净 它除了可以清洁这个庭院之外 它也可以用来洗车 用来洗车也非常的方便 它只要换一个洗车专用的头 它就可以能够把你的汽车清理的干干净净 总而言之就是高压水枪是用于户外的这种深度清洁 不是说你这个水枪有点压力 它有点高压了 它这个压力一定要达到一定的程度 它才能够起到真正的把那些霉菌啊油泥啊 那种常年的那种顽固的脏东西 它才能清洁干净 我选的这一款呢是3800的 当然你点进去以后呢 还有什么4100的呀 4800的呀都有 但是我个人觉得3800的这一款 已经足够家庭使用了 所以非常的推荐 接下来推荐的呢 就是在我视频里推荐过无数次的 Scrap Daddy 它不沾水的时候 它是用的 然后你可以直接喷上那个清洁剂 去擦那些比较稳固的油泥 非常非常舒爽 一会我就会用它配合这Easy Off 去给这个锅的这个底去进行清洁 它沾上热水以后呢 它又会变得非常非常的柔软 就可以去清洁一些比较脆弱的表面 然后它有三个孔 这个之前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 我这里就不啰嗦了 总而言之就是 这是我用过最好用的这种清洁擦 而且呢它的这个损耗率非常低 这一个清洁擦能用很久很久很久 所以它虽然价格上 可能比普通的清洁擦稍微贵一点 但绝对性价比会更高 反正我特别喜欢用这个 给大家讲讲怎么给锅底进行清洁 这个是很多很多朋友都在等的一个视频 这个锅我也给大家推荐过 这个锅非常非常好用 完全不粘了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然后这个锅底是我特意留了一个多月 没有清洁的 就是为了给大家做对比的 为啥呢 因为我尝试去找我这11件套的 就没有脏的 大家可以看这是我清过的 这个Easy Off呢 我用的是这个Heavy Duty的 你也可以用其他版本的 但我觉得Heavy Duty的是这个效能最强的 它呢不仅能够清洁锅底 什么这个空气炸锅呀 还有这个烤箱啊 还有烤架呀 烧烤炉啊 它都可以清洁 烤白的只要是油泥 对对对 它都可以 然后它也非常简单 就是你摇一摇 然后往上一喷 把它喷均匀了 就可以了 但是你注意啊 这个东西第一不要吸到鼻子里 所以你最好戴一个什么口罩 或者是你戴上个手套之类的 会更安全一些 这样静置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先放在一边 好 我们现在10分钟以后 我们可以试一试哈 这样轻轻一擦 朋友们 真的耶 我就不用给大家 好像有那个化学变化 对 所以很多人说你那个锅底那么干净 你这用不用啊 是吧 我就像变魔术一样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不用使劲 就是轻轻擦一下 给人家脸弄成黑的 对不对 是不是 你是不是感觉我在做那种什么电视直销 对 有没有那种感觉 有点像变魔术似的 对 但实际上不是 这是真实使用的场景 你用你也是这样 easy off这种heavy duty的 然后配这个scrap daddy 那这个弄一次 这还能洗干净 能 我忘了告诉大家了 这东西还有一个好处 可以扔洗碗机里面高温清洁 这都能洗干净 能 能洗干净 要不然我现在给你洗一下 洗一个 我就感觉特别像电视直销 感觉像说像 是不是 冲掉了是吧 对 就是一冲掉 如果你担心不干净的话 你扔到洗碗机里面 一洗就更感觉 更感觉 你拿水冲一下 我看看 哎呦 哪面是 接下来推荐的是 清洁玻璃灶台的三件套 这个是清洁剂 然后这个是一个刷子 然后这个是卡尘脏东西用的 这一套是我已经使用了有七八年了 是市面上最好用的清洁玻璃灶台的清洁剂 用它来清洁的玻璃灶台 确实能够清理的非常非常的干净 然后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比他们清洁玻璃灶台还要更好的清洁剂或者是工具 所以这个我也推荐过很多次了 如果你家的灶台是那种玻璃表面的话 你就用它没问题 如果你们家的灶台是那种天然气的 那我也会把清洁天然气炉灶的清洁剂的链接 放在置顶留言里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你也可以去购买 这个钢丝裙一盒有10个 然后它这里面本身就带清洁剂 所以它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只要它沾上水 它那个清洁剂就化开了 它去清洁所有的那种瓷砖的表面 还有地板 还有不锈钢的表面 能清洁非常干净 因为它是那种很细很细的钢丝 所以它可以把那种顽固的那种 扒在上面的那种油泥啊 或污渍啊 都能清洁的很干净 它比那个钢刷和刷子要清洁的 力度要大的多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好用 我强烈推荐 这一盒也不贵 我再补充一句 用它来刷不锈钢表面 它不会去伤害那个不锈钢板的 因为它的那个钢丝是非常非常细的钢丝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毛毛 它是那种钢丝小毛毛 这是一个绝对的神器 如果你家里有任何这种不锈钢表面 比如你家的冰箱是不锈钢的 你家的洗碗机烤箱是不锈钢的 那我就强烈推荐你 因为普通的不锈钢 我们即使擦完了以后 它上面也会有水印 或者一摸呢 上面就会有手印 对吧 那你用 这个是一个喷雾 这个啪往上一喷 然后呢 再配合这个 像湿纸巾一样的东西 然后再这么一擦 它那个表面就会非常非常的亮 而且你在用手去摸的时候 也不会产生手印 而且它能够把不锈钢上面那个水印 还有那种黄黄的那种印子 能够清洁的非常的干净 我自从有了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家所有的不锈钢表面 都显得亮亮的 其实它俩可以说是一样的 如果你日常维护的话 比如说你的不锈钢表面它不脏 你只是不想让它留水印和手印 那你就用这个擦一下就行 比如说你那个上面比较脏 上面有明显的黄色的印记 或者一些油泥污泥 那你就喷这个 然后你再用这个湿纸巾一擦 然后再用这个最后一擦 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干净整洁 而且它会反光变成镜头 对特别特别的就像新买的一样 所以我特别推荐这个东西 绝对的神器好吧 再给大家推荐一个神器 它是专门去那种年年的那种staker 就比如我们买一些产品 回来上面会有那种粘贴 然后把它撕掉以后它撕不干净 就可以用它抹上以后这么闷一会儿 然后你再去清洁的话就会非常的简单 那除此之外还能去掉一些蜡笔的这些印记 包括胶水 然后还有口香糖 它去口香糖也特别特别的好用 家里有小孩经常会做一些手工 把家里弄的到处都是那种粘粘的 你不好撕的话你也可以用它 总而言之这绝对是家庭必备的神器 有的人会经常说 我用某一种这种洗碗的洗碗液 洗完碗以后 这个洗碗机就会有一种味道 这个味道其实就是来自于你洗碗机 本身已经很脏了 有很多顽固的油泥它没有被排出去 洗碗之后你遗留下来的那些污渍粘在 洗碗机避周围的 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用普通洗碗的清洁剂 去清洁干净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定期的使用专用的洗碗机清洁剂 所以这是强力去油泥 对强力去油泥 这个使用是非常简单的 你就是把清洁剂放进去以后高温空转就可以了 这个厨余机也是一样的道理 厨余机如果你不定期清洁的话 又会产生很多油泥 其实会对你水槽造成一个不够卫生的这么一个情况 也会有异味 也会有异味 对 所以这一款既可以清洁那些顽固的油泥 你又可以去味可以起到一个清新的作用 也非常的好用 这也是我使用了很长时间的一个产品 每次用完它以后都会觉得水流会更通畅一些 虽然它不能够让整个管道都通畅 但至少它能让你那一截是通畅的一个状态 接下来就是清洁地板 那首推的深度清洁就是蒸汽清洁机 刚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第二个推荐就是扫地机器人 它的吸力是7200% 我觉得7200%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家庭是足够用的 然后它最大的好处实际上就是比较智能 在我看来它不会就是鬼打墙绕不出去 或者是在一个地上就被卡住了 它被卡住的这个机会是比较小的 它相对来讲比其他的扫地机器人要更智能 并且它是真真正正的可以只擦不扫 也可以只扫不擦也可以边擦边扫 而且它自带清洁功能非常好用 我强烈推荐 就真的是省力省心 它跟其他的扫地机器人不一样 有一些它也说自己是有自清功能 但是它自清功能很差 比如你时间长你还是要去清洁底下 那个布会有臭味什么之类的 但这个好像基本上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再一个就是它颜值非常的高 我个人觉得它很漂亮 还有就是你可以通过手机APP去控制它 也可以远程控制 即使你人不在家你也可以控制它 让它定时定点的出来 然后该扫扫 该擦擦 自从有了扫地机器人之后 我觉得我们家扫地擦地的任务一下就变低了 这个屋子整体的这种环境的这种保持 它是完全完全没有问题的 而且感觉它还蛮勤劳的 因为它有时候一出去就是一个多小时 这一个多小时它是不需要充电的 所以它的电量非常足的 它只是有的时候会自己回到这个基站去重新洗一下 抹布或者再加一下水啊什么的 它这个水量也是可以调节的 反正它非常的智能 这个具体的功能非常多 我就不给大家一一的去描述了 就是我是非常推荐这个扫地机器人 因为我确实是研究了很长时间最后选定的这一款 真的是很好用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洗地神器就是洗地机 这个我已经用了一年多了 确实也非常好用 而且这个牌子也是我选了很久 然后选定的一个牌子 它也是带自洁功能 它的自洁功能也很强大 然后也能清洁的非常的干净 它这个洗地它不仅仅是洗 它还有一个吸的功能 所以你比如说你这个地上撒了牛奶 撒了麦片这种带颗粒的东西 它也可以一下就给你吸上来 就是它不会像普通的那种拖地板的那种 你只能是把那个水拖的差不多 但是你是没有办法把那些小碎仨 就是收集起来的 它是一边拖一边扫 其实它是有这个功能的 也是非常非常推荐的一款产品 在之前的节目也给大家推荐过好多次 这个扫地机器人它是做表面的维护工作 它可以让你这个大面保持一个基本的整洁 但是你有一些那种什么小嘎嘎 是扒在地上的那种 它是没有办法用扫地机人就能给你弄干净的 那这个时候呢 你再拿出这个洗地机来给它清理一下这种 它没有清理到的东西 就大大的缩短了你的清洁地板的这个时间 还有效能就比较省时省力省心吧 它也能做到一个基本的深度清洁 如果有些老购啊 还有那种包括一些霉菌 你用洗地机都没有办法洗干净的话 你这时候就要上蒸汽清洁机 所以我们家买的这些产品都是用得上的 并不是说我买了哪个哪个就闲置了 不是的 它都发挥的是不同的功能 但有一条是宗旨 就是减少人去进行清洁工作 这样的话呢可以把我用在做家务上的时间 大大的缩短 然后可以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做其他感兴趣的事 哪怕我刷个手机刷个剧 也比我清洁地板 我觉得要舒服的多吧 大概就这么个意思 肯定有朋友会说 你们家又有这个洗地机 有这个扫地机器人 然后你还用什么吸尘器呢 不是这么说的 吸尘器我只推荐戴森 因为啥呢 戴森是真的不会把头发绞进去 因为它的吸力足够的大 所以用戴森清洁这种头发 还有一些边边角角比较难吸到的东西 用它还是真的非常的有用 所以一般卫生间啊 这种地方比较容易产生大量头发的 还是要用这个戴森去清洁 而且戴森有很多的头嘛 它不同的头有不同的功能 戴森自带一个那个头 那个头本身也是可以产生这个动能的 它那个头是专门用来吸这个床垫的 这个什么满虫啊 什么这种细小的这种尘土啊 之类的等等 所以戴森是绝对的这个家庭 必备的清洁物品之一 是不可缺少的 给大家推荐一个新时代的鸡毛膽子 非常非常好用 它的这个静电效果非常的好 它可以把所有的尘土都吸到这个上面 所以它既可以把那个物品的表面 这个浮土打扫的非常干净 又不会让这些浮土漂在这个空中 是一个非常非常神奇的东西 你买这个鸡毛膽 它就会送你一个这个杆 这个杆是永久使用的 它可以活动 你看它可以是直的 它也可以是这样的 电扇的那个扇叶 然后你就 还有灯 对还有灯 这个也能调高的 它是一个伸缩杆 大家可以看 还能伸 哇塞 防顶就够着了 对 然后就是它这个胆子 也是一次性的 但是你可以用两三次都没有问题 你把它撑出来就可以换掉 一盒里边就好几个 用完了就可以换一个 它这个头是360度的 就是说你 对 转着圈 这就是真的鸡毛胆子 鸡毛胆子360度 但是你看这种便宜的 这种小的 它就是一面 所以它使用前还没有那么便利 大家反正就是买我推荐的 基本上都是我踩过的坑 都是我踩坑踩出来的 都是我踩坑踩出来的 都是我踩过的坑 像话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 就是关于清洁卫生间的一些 好用的清洁神器 疏通马桶用的 它的主要原理就是 微生物就是去吃掉 那个给堵塞的那些东西 然后让马桶疏通 它是日常维护用的 就是你一个月用一次 基本上你会发现你的马桶 越来越好用 越来越好冲 越来越通 这个是我用了好几个月的使用体验 它使用也很简单 你就直接拿起来 往马桶里扔 然后一冲水就好了 然后有人会问说 我们家有好几个马桶 怎么办 我的体验就是 它上面说 说你只要在一个马桶里用 所有的马桶都通 但我的体验就是 还是要分开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家的 两个马桶 它走的不是一个总的水管道 我不知道具体的里面是什么原因 但是我的体验就是 两个马桶 它就得用两个 就是这边用了 那边会通吗 会 但是效果没有那么强 但是如果你两个都用的话 两个效果就都会非常明显 这个就是刷马桶的 这个在哪都有卖的 不用给大家就是着重的推荐了 这个牌子它有好多系列 对我就推荐这个系列的 因为它就是使用起来 真的可以把马桶刷的 就是正白挖亮的 特别干净 这个也很简单 你就是倒上去以后 等一会儿 然后用刷子一刷就行 刷马桶的一次性的 这么一个刷子 它这个杆是可以永久使用的 然后这个头就是这样的 它是可以换的 每一次就可以换一个 这样的话我就觉得 特别的干净卫生 用完以后 直接来一桶一扔就行了 然后它这个六边形 我就发现它这个六边形 它擦起来比刷子要干净的多 它能把那种特别技巧干啥的污垢 什么都能给你刷下来 而且它自带清洁剂 它蓝色的就是 所以你也不用再放额外的清洁剂了 那你刚才那个清洁剂 对 我就知道肯定会有人做 它是这样的 它也是做这种日常维护比较好 但如果你的马桶 比如说我出去了一个月 我回来了 然后你就会发现 那个马桶上有一个印 那个印其实就是水垢 那是谁弄的 那是水垢 那是水垢 然后你就用我刚才给你推荐的清洁剂 就非常简单 你把清洁剂涂上去以后 然后用六边形刷头 一刷 它就非常干净了 这个杆上有一个机关 所以你拔头的时候 你只要用这个机关这么一推 它头自动就下来 你不需要用手 所以它整个过程操作都非常的丝滑 非常优艳 这个是去霉的 卫生间是非常容易滋生霉菌的一个地方 像我们家不是浴缸 我们家就是一个瓷砖的 那么一个地面 然后它在鸡脚嘎啦的地方 就很容易滋生霉菌 有的时候是黄色 有的时候是那种黑色的 还有灰色的 总而言之就是各种样的霉菌 那你用这个 它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的 一种去霉菌的东西 它是个凝胶状的 你把它这样挤上去以后 几个小时以后 它自然的 它就把那个霉菌给吃掉了 然后你随便拿一个清洁布 或者是厨房纸巾 你把它擦掉就行了 非常的干净 非常省事 非常省事 它也可以清洁洗衣机 胶圈里面的这一层霉菌 就有一些像我们在佛州 比较潮湿这种环境 你洗衣机 如果你不及时的晾干 就每次洗完衣服以后 都捂着的话 它那个胶圈里边那一层 就很容易产生霉菌 那你这样洗出来的衣服 可能也不安全 所以你可以用它去清洁 也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这个是去水垢的 就是去那种玻璃门上 或者瓷砖上那种黄黄的那种东西 有很多人给我留言说 我这个一般的清洁机 根本就清洁不干净 你要么就上蒸汽清洁机 一点问题都没有 如果你说我们家用不着 蒸汽清洁机 那你可以买这个 你可以试一试 这个的效果 它没有蒸汽清洁机那么的棒 瓷干净 对瓷干净 但是它也能够非常干净的 起到一个清洁 水垢污渍这么一个作用 硬水的污渍去除 所以你也可以试一试 我觉得效果还不错 去水渍的就是 然后这个 它是个浓缩液 得去兑水 它上面具体怎么兑 它写的非常的清楚 然后它就是可以用于 各种大面积的去霉菌 就比如说户外庭院上的地面 或者是你卫生间 或者是你哪里的 就这种大面积的那种霉菌 你就可以用它去清洁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 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首先你要戴手套 其次你最好要戴上护目镜 它要见到眼里面 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 会对你造成伤害的 然后你还要戴上口罩 就这些东西你都戴齐了 而你还要注意通风 是吧 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情况下 感觉这是个武器 对 然后你再用它 家里的小孩你尽量的安排走 所以这个东西它也非常的有用 而且它价格也不贵 但是它的问题就是 因为它是化学清洁剂 就像我刚刚给大家讲的 虽然它也清洁功能非常好 但是你在清洁过程中 不免的可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所以如果你担心的话 你就上蒸汽清洁剂 那个完全没有问题 我们家这些东西都有 并不是说我闲的没事 是因为我也是一步一步的 就买了这个不太管用 买了那个好像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最后我就买了很多东西 但是我就是把我的经验和我的使用体验 全部告诉大家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情况 去选择就好了 这个黴菌 很多人他不知道那个东西是黴菌 你就比如黑的那种东西 它就会认为是那种顽固的油泥 但实际上它就是一种黴菌 如果你不注意清洁的话 你比如小孩摸了吃了 它确实不安全 所以除黴菌是我们家庭清洁的首要工程 非常重要 接下来就给大家讲讲洗衣机和 混干机的清洁和卫生的问题 首先推荐的就是专门洗洗衣机的清洁剂 它也是你放进去以后高温空转正常运行 它就能把洗衣机的内胆 还有方方面面都清洁的非常的干净 就不用担心会长黴菌了 但是如果你长期的没有清洁 就是这个东西它也是用来做日常维护用的 如果你已经自从买了洗衣机到现在 你都没有清洁过的话 那你至少上来要清洁两次 然后你还要再给这个边边角角进行一个深度清洁 就你自己要用手用麻布 把那个就刚刚给大家讲 那个胶圈里边那一层你要擦了 如果你擦了过程 发现里边有霉菌的话 你还要给它除霉 就是你要给它先做一次彻底的清洁 之后你就可以每个月清洁一次做 日常维护就可以了 然后还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好玩的东西 就这个东西 它是干嘛用的呢 它这头是磁铁 可以吸在洗衣机的门上 然后这边它是可以各种弯 然后它是可以把这个门挡住 就让这个洗衣机的门它是有一个缝 一直敞开着 这样的话呢 空气就能进去 你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保持一个干燥的状态 这样也可以防止霉菌的滋生 对于我们这种湿度比较大的城市 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好用 超级推荐 那洗车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门类 我觉得因为里面涉及到很多的清洁技巧 清洁步骤以及清洁产品 那我在这期节目里呢 就不给大家详细的说了 因为它完全可以拍成一个独立的视频 那我就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这个洗车需要的一些工具 比如我们会用到高压水枪 这样可以给这个汽车上一层 特别均匀的这个墨墨 然后你在擦呀洗呀冲啊 过程中都会把这个汽车清洁的非常的干净 而且这个洗车呢 你还会用到洗车的这个清洁剂 还有这个洗轮胎的 还有洗内饰的 包括车内用的吸尘器呀 啊等等等等 还有怎么能把你的这个轮胎保养的更好 怎么能擦的更亮 还有包括你车体啊 什么的等等等等 就是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呢 可以去看我这个置顶评论底下的这个链接 我会把所有的产品的链接都放上去 如果你对这个感兴趣 你一看就明白这些东西都是干嘛用的 不管怎么样呢 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洗车的这个神器 就是你哪怕在外面洗车 你也用得上它 就是这个东西 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液体蜡 打上之后呢 这个水就不容易存留在这个车上 比如说下雨啊或者干嘛的 那个水爬就落下去了 包括涂也是 包括浮涂也不容易沾 就是说它可以让你的这个车呀 更长时间的保持干净和整洁 它可以让你这个保持这个车的清洁的时间变长 它就更耐脏了是吧 对对对更耐脏了 嗯是特别好 棒 那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我爱你们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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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